昨晚追了扶摇,就在我女儿在看动画片时,我坐下来拿遥控器想转台,她说,妈妈,我在看嗡嗡队立大功,我说,妈妈很久没看电视了,上我看一会儿好吗? 于是我转台看扶摇,而她一脸不高兴了说,妈妈,不要看这个,看别的,我问她为什么,她说,太幼稚了,我一脸猛逼,但是,我觉得小孩子话,妈岂能当真,我觉得真正精彩的剧情,是从扶摇进了天全国开始吧,其实想起昨天扶摇里的一个片段,扶摇解开封印之后,不急问宗月关于扶摇今后的诺,宗月说,你瞧瞧那张桀骜不驯的脸, 以后少不了吃苦,我记得扶摇也说过,我决定要做的事,就一定不会后悔,所以,扶摇逆风而起,扶摇直上了,正是她的这种性格,无极在天全国争夺王位时,扶摇帮了大王,无极太子和翼王争敌,无极喜欢什么,翼王就喜欢什么,这是皇后的元寡,无极喜欢的有什么,天全国王位,还有扶摇, 后面的剧情还是和小说原主应该是一样的,翼王在争敌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是上风,因为无极这些年的外出,使他失去了人心,同时被翼王看上的还有扶摇,三番两次的陷害无极和扶摇,扶摇认定翼王不是一个擅长,决定要将计就计,帮助无极扳倒翼王, 随后扶摇假装对翼王有意,使翼王放松了警戒,最后还是扶摇假装嫁给翼王,婚礼江城被无极搅担,扶摇杀翼王住无极等,领天全国王位,在昨晚刚刚播出的剧情中,扶摇只怕暂时还不知道,赤子是长孙无极吧,三十二级年皇后态度那么好,只怕是扶摇假扮了火脸, 而扶摇也不知道这个有婚约的太子是他家那个骗子,所以才不想住在皇后那里,这个摩连的身份估计还是现在的摩连主动让出来的,为了让扶摇能够成功面胜,只是摩连暂时没看出白莲花的迹象,难道是洗白呢? 其实扶摇进宫之后,不受皇后的待见是一定的,翼王作为无极的兄弟,被父母宠爱过身,终究造成翼王的悲惨结局。